战国时代,各国互相公拔,为了使大家真正能遵守信约,国与国之间通常都将王子交给对方作为人质。 魏国大臣盘宗,将要陪魏国王子到赵国做人质。 临行前对魏王说了一番话。 现在有一人来说,电视上出现了老虎,大王相信吗?我不相信。 如果有第二个人说电视上出现了老虎,大王相信吗?我有些相信将已乐。 如果有第三个人说电视上出现了老虎,大王相信吗?我当然会相信。 电视上不会有老虎,这是很明显的事,可是接过三个人一说,好像真的有老虎了。 现在欧国造国国都汉但以为国国都大良,比这国的监视远了许多,一人我的人又不知三个,希望大王没他才好。 我知道。 于是,弹冲放心陪太子而去。 后来魏王还是听信长一言没有再重用弹冲。 杰视上当然不会有老虎,说杰视上有虎,明显然是造谣,欺骗,但许多人这样说了,如果不是从事物真相看问题,也往往会信以为真的。 后四人隐身这个故事为成语,三人乘五,乃是借来比喻有时造谣言可引盖真相的预示。 感谢观看。 我感谢观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